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妈妈原创的私信 欣蓉最近也非常忧郁 他经常问我最多的话就是 妈妈我做错什么了吗 一个唱歌的12岁孩子 因一首歌遭致全网私信辱骂后 初来为倡导正确使用作品发声 也可请大家能够在合适的场景 合适的时间继续传递正能量 又被质疑蹭流量 那些网络报名 究竟要一个孩子如何做才满意呢 3月20日 听我说谢谢你原创歌手里 欣蓉一家与媒体人现时 谈到歌曲被宇航员王亚平唱响在探故事 李信荣妈妈已表示深受鼓励 给了我们一记强心针 据悉 听我说谢谢你创作于2019年教师节期间 最初想法是要让孩子从小懂得感恩 2022年疫情期间 该歌曲被大量网友滥用 竟然扰乱防疫人员工作后 12岁李信荣的账号 随即被不少人私信你妈妈 不久 李信荣与父母一起出镜 倡导大家合理使用该歌曲 被相关媒体解读成道歉声明后 又被网友质疑是蹭流量 其实 原创歌手一家大可不必苛求美的人都满意 毕竟 网络报名的是非官 往往建立于盲目自信之上 对一群盲目自信的人 又能讲得通咱们道理的 不知大家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